好的 那我們現在就來看一下這兩個到底該怎麼設定 我們先來看看這個 Google Call裡面必修的 第一個 一定大家會發現 你裝起來之後 沒有手印 因為如果你習慣用IE的 我相信大家都還蠻習慣有這個房子可以回家的 有沒有 哈哈哈 可是 Google就沒有 那怎麼辦 可以啦 可以顯示出來的啦 布丁說沒有那個就不能回家 你從這邊 這裡有沒有一個叫做設定 事實上現在你用的火壺也好 跟Google長得很像 兩個使用方法都一樣 都找誰 都找右上角這裡 都找右上角 等一下我可以找一下給你看 你看一下設定 那麼一般各位你可能有個印象 我們如果是在IE裡面去做設定的話 您進來這邊做了設定 做了設定之後是不是按一下確定 很抱歉喔 Google的mail 勾了就算了 不用存檔 就會生效了 所以我們來試一下 您到這邊來 您到這邊設定裡面 你看這個第一個 有沒有看到比較外觀 放大一點 看到了 這裡有沒有勾起來 所以 你注意一下 我現在呢 有勾跟沒有勾 你看上面 有沒有馬上不一樣 這裡 這裡 你看我把關掉 有沒有馬上就不見 所以他沒有那個按確定的 勾了就算了 好這是第一個 大家可能會第一個會遇到的一個問題 第二個呢 大家遇到就是 怎麼沒有我的最愛 因為到目前為止 其他六軟器都沒有叫我的最愛 只有 只有IE叫我的最愛 其他都叫書籤 不慢 那所以他們是比較忠實翻譯啊 那時候微軟的IE 中文的話 其實翻得蠻好的啦 但是就是跟原意有一些 稍微差距 那麼 您可以 要怎麼樣把它加到你的最愛 有沒有看到這個 有沒有 這個的話你再回到我們的IE 你能看到這個IE裡面來 有沒有發現 他也是長得一樣 對不對 所以如果你要加入 再按一下那你就有了 那今天 因為畢竟有些東西可能怎麼樣 你已經在IE裡面 就我的最愛那些資料了 你是不是想要把它拿過來 所以你可以從這邊 有沒有一個叫書籤 滑過來 書籤之後 這裡就有叫做書籤管理員 你可以從這邊直接匯入 把你的IE的內容 有沒有 從這邊直接把匯進來就好了 那這樣你就可以很順利的在你的 不管是火狐葉 還是我們Google瀏覽器 就可以把你這些資料 都把它加進來 加進來 這樣你就比較容易找得到 不過老實說真的 你的最愛有很多嗎 偷笑一下對不對 因為那個最愛真的好多 好氾濫喔 每個都愛啊 所以你真的可以利用這個時間 稍微整理一下 如果沒空整理的 我相信各位 你會到最後發現一件事情 不常用的 還不如問Google比較快 對不對 因為你都找不到啊 因為你最愛沒有整理 太過 氾濫之後 又加上什麼 一片荒蕪 所以 還是懶得整理了 好 那這個呢 所以我大部分 其實說真的 我現在有的最愛整理 用的不多 用的不多 主要的是 就是一些比如說網路銀行 或者比較 幾個 真的比較常去的 就直接這樣用 不然大多數的情形 大致上就直接 用Google去找 好 你看第二個 我們的問題解決了 對不對 再來還有一個 現在這個IE也有一樣的問題 按了下載之後 不管你是下載文件 下載程式 下載軟體 有沒有發現就直接存檔 對不對 IE也是啊 好像是IE9還是10以後也是 按了之後就直接存 那 到底存在哪裡 其實大家的基本的路徑都一樣 都在什麼 我的 文件夾裡面有一個要下載 可是 有些是我們並不希望這樣子 對不對 所以你要知道怎麼去稍微修改一下 修改一下他這個位置 你可以到哪裡了 從這邊 一樣 我們剛剛是不是都在設定裡面 都一樣 都在設定裡面 你看點進來 你往下走 有沒有看到這裡有一個叫做 顯示進階設定 你從這邊再按一下 這個時候你再往下走 看到了 在這裡 有沒有看到下載 預設的位置就在我的文件夾裡面 這邊比較不一樣就是你要把這裡勾起來 也就是他每次 下載的時候就先問你 先問你說你要放在哪裡 至少沒有機會可以改到別的地方 比較不會說 糟糕我現在一下載了 我又忘記了 忘記了 那麼 萬一你真的忘記了怎麼辦 也沒關係啊 因為你可以從這裡 有一個叫做下載 有看到了嗎 你這裡一按你曾經下載過的 就通通都會 顯示出來 好像我這邊一按 這邊就顯示出來 你就可以在這邊按一下說 在資料桿裡面顯示 他就會帶你到那邊去了 所以其實這裡 你都可以看得到 這樣有沒有問題 這三個 三個囉 還有一個 很特別的 我就要問一下各位囉 有一個叫起始畫面 起始畫面 我可不可以問一下各位 請問你的首頁你都設成哪裡 喔 老師你太棒了 很少人有這樣做的 大部分都是設什麼 Yahoo最多啦 因為大家喜歡看新聞嘛 因為打開就有新聞可以看 那像我的是設Google 還有MSN 好因為我現在Yahoo 真的我比較少去 我用MSN的 因為MSN也有很多 一些資料嘛 對不對 我們就是想要挑戰一下 沒有Yahoo的日子可不可以播啊 哈哈 事實上證明真的還可以啦 沒有Google就比較難過一點 好 那 這個 叫起始頁面 也就是你的首頁你可以設成什麼 好那 你可以從這邊一樣 從這邊來 這裡有一個設定 你看我們通通在這裡 好 你進到這邊之後 有沒有一個叫做 來 因為剛剛是在下面 在這裡 有沒有看到起始畫面 那 今天呢你可以選擇就是 像 大部分的同學的 或老師使用的就是你直接指定 某一個或兩個 那個特定的 因為你可以選擇有沒有他說可以指定頁也可以一組嘛 也就是我一開這個流氧器的時候 我可以選擇同時開三個四個 好這是一種方法 不過到最後其實我很少用這種方式 而是用什麼 大部分都是繼續 為什麼會有這個需求 您可以先思考一下 有沒有有些時候你可能要下班了 還是說 我就要睡覺啦 可是 我的一開的網頁 平常一打開的時候是一個 但是不想用的時候有沒有 10個20個 就那個分頁啊 是會比較多 那今天不見得所有分頁你都已經看完了 或者甚至說我雖然看完我還想要暫時先留著 可是呢 以往你的做法也許有的人會怎麼樣 就會加入我的最愛啊 把那些分類加入我的最愛 可是他還沒有達到你最愛的程度啊 對不對 你如果老師這樣做你的最愛就是很亂啊 到最後還是得不愛啊 所以呢 你可以考慮這個方法 也就是說今天假設我有10個 我有10個 分頁 現在還在 這個已經打開了 那我下次呢 就讓他繼續打開 打開我可以關機沒關係 當我重新打開這個流氧器的時候 他就恢復到原本10個 但是比較快的把你前一天的就接得上了 對不對 或者你剛好要去上課啊 那我回來想要繼續啊 可是 如果你電腦不關 這樣不環保嘛 所以你可以關掉沒關係 你就回來再打開 還是一樣繼續 所以這個功能不管是IE 不管是火壺 還是Google流氧器 他們都有 他們都有 所以 為什麼把這幾個把它列在所謂的必修裡面 因為 你真的 需要去了解一下這四個 應該怎麼做 這四個應該怎麼做 那火壺的其實也是一樣 火壺其實也是一樣 你看我先打開一下火壺的 火壺的話呢 您如果打開 就是已經有準備好了之後呢 在這個地方 流氧器片 你看這個火壺你打開之後 裡面是不是就有一個這個紅紅的 你就執行它就好了 如果你從我這邊 因為各位桌面上都有這個免安裝板 直接把它打開就可以了 像我這邊直接打開 那因為我的 有 存留一些頁面了 好 你看起來剛才有沒有發現我好多個一起打開 對不對 那但是我必須跟各位講就是 那個火壺的這種所謂的分頁管理比較好 這種叫分頁管理 這裡不是有很多個嗎 對不對 對不對 以Google來講的話 他的優點是什麼 他的那個每個分頁都是獨立的 可是相對的 每個都比較佔空間 你說 真的嗎 我找一個給你看 好不好 我直接讓你看一下這個工作管理員 你看 有沒有好多Google Google這個有沒有 一個分頁就有一個 一個分頁就有一個 所以 我現在開了好多有沒有很佔空間 對不對 當然你Google的分頁開的越多 你的記憶體就用的越多 那麼相對於剛的火壺 你看 Firefox的部分在這裡 有沒有發現其實我現在好少 因為我現在只開一個 你說奇怪我剛剛明明看到這個分頁裡面 有好多有沒有 但是呢 我有稍微設定一下 這些內容 因為我剛打開我只有開這個 我點到這裡的時候 他 才怎麼樣 才重新把這個頁面載入進來 這樣你了解嗎 所以其實火壺在分頁的部分管理事實上比Google的好 Google的話呢是你一載入的時候 假設你10個他就10個通通把你載入進來 那其實有些時候可能你還暫時用不到嘛 對不對 那像火壺這邊就做得比較好一點 所以 這個呢給各位稍微了解一下 那等一下呢 我們先請各位你可以先找看看 你的Google了解器裡面 那剛剛那4個必修的 先把它 學起來 待會呢我們再看一下火壺這一邊 來 好那我們再來稍微看一下這個火壺的 火壺其實也是長的一樣 你看打開之後有沒有發現右手邊有這個 對不對 都一樣的 你可以從這裡按一下 他就有一個叫做選項 好就有一個叫選項 那麼 首頁的部分其實如果你一定要出現的話 這樣 預設他應該就有了 所以 應該是不用做 應該是不用做 那你直接進到這個選項裡面 按一下這裡 這邊 好 你看 這個一般裡面 他 在這裡 有沒有一個下載 看到了嗎 是每次都要問你要放在哪裡 所以你只要把這個勾起來 那他下載的時候就問 問你 看你要存在哪邊 第二個 我們剛剛這裡有看到的這個地方 書籤有沒有 一樣的 你看一下他的書籤 有沒有覺得 怎麼大家好像都一樣 都一樣的方式 所以如果你要管理你的書籤 只是名字不同而已 從這邊 是不是就可以 在這裡有一個叫做 我看一下 書籤管理列這裡沒有 顯示所有書籤 進來了 有沒有一個賄賂 如果說你要從愛意把他叫進來的 你就直接從這個 從這邊 自其他瀏覽器選擇 就可以加進來了 順便連Google 也可以弄完了 希望如果你想要搬家的話 可以從外面搬過來 都一樣的方法 那再來呢 還有哪一個呢 我們再看一下 其實畫面一樣的 其實畫面也是 你可以看到這裡一樣 進到這個叫選項 他一般這個稱作分頁 就是這個 事實上我剛剛 有一個比較重要 就是在這邊 在選擇前不要載入 有沒有 所以即使我之前有用了20個30個 都沒有關係 因為我還沒有選到他 所以我就可以從這邊 設定好 那預設的話這個選項 我印象中應該是沒有勾起來 應該是沒有勾起來 所以你就 變成要自己手動去勾一下 那麼下次火屋在打開的時候 他就會比較聰明 所以這樣你會發現他打開速度 就會比較快 就會比較快一點 這個是 您可以參考一下的 那麼 首頁 在這邊 他的首頁在這裡 啟動的時候 有沒有發現 顯示上次 對不對 如果這樣你想要指定哪一頁 你就直接在這裡指定 那也可以就是用 我們剛剛講的用上次的 這樣子就會比較方便你 銜接著上 之前的那個上一個進度 所以你看火壺也好 Google流氧器有沒有 設定方法都很像 只是剛開始 大家在用的時候比較不習慣而已 比較不習慣 所以你會覺得說 好像 怎麼 轉到不同流氧器 就覺得怪怪的 因為畢竟他還是跟阿姨不同 但是你只要了解 這樣概念之後 就沒問題了 那麼 如果你想要知道 下載的位置在哪裡的話 你可以從這邊 我記得他有一個 有一個 工具 有一個下載 有沒有 一樣的 如果說萬一你真的 不小心下載了 但是我又不知道在哪裡 你就找到這個地方工具裡面的下載 好 就會看到你之前下載的位置是放在哪裡 這樣 沒問題了吧 好所以我們先把兩個流氧器裡面必修的部分先跟大家稍微提一下 待會我們再來看一下 選修的部分 你可以做參考的